《老子道德经》 《圣人之法》 訓練一个人 虚其心 或者做人也要 虚其心 实其福 弱其志 强其骨 现在是什么意思 每个字我都懂 但每个字都很难解释 我自己白话化了的是什么呢 虚其心 即是虚心 虚是受益 满招损 即是虚心才学 你未走去 阿sir一出来就说 我已经认识了 不认识教了 或者别人一告诉你 你这样可能会错误 所以你教我 我不认识 尤其做大那个 一有小的那个 给你一些意见 喂阿sir 阿曾sir 有些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需要你教我做事 你未观戒 好 实其福 实其福之说 是以学问充实他 即是要令到一个人虚心 最重要 这个很重要 令到一个人虚心 但是 充实他 虚其心 即是令到他虚心 所以学习 但令到他充满学问 弱其志 就是减低他的欲望 减低他的野心 减低 完全没有野心 也是不好的 如果他做事 即是回到现实 看起来 欲望不要那么大 野心不要那么大 越强其骨 越弱 但强要强的是什么 增强他的风骨 他的骨气 即是他的宗旨 原则 要加强 这一场就是康熙帝 康熙是清朝最伟大的皇帝 亦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 他会和汉武 唐宗 康熙 这几皇帝 是相提定论的 很多地方 他比较聪明 因为他近代对中国的影响很大 台湾 为何能够 今天还是我们中国的领土 完完全全是因为他 而这个 青海 新疆 西藏 现在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 令到我们中国的生存空间 扩大了那么多 亦都是因为他 当然 他的儿子和孙 雍正和乾隆 都有份参业 但定的奠基是他的 他的小名叫玄叶 那支片叫华 他在位六十一年 是 顺治 一六四四年入关 六岁登基 但是深 二十四岁 在位十八年就死了 二十四岁就交给康熙 天花病死 不是因为出家 为了女人 不是 八岁登基 康熙 在位六十一年 他十四岁是亲政 十六岁就是 以一个青少年 是琴奥拜 为什么顺治死的时候 康熙只不过是八岁 所以有四个顾名大臣 奥拜是作乱的 他琴奥拜 这个皇帝 从小到大都是这么厉害的 那怎么教出来的 不是生出来的 是教出来的 所有东西都是教出来的 所以有些人说 我儿子不听话 很坦白说一句话 他说一句说话 尖锐点 好像刚才说的 你教得不对 真的 你教得不好 没有方法 我看不到任何一件事 可以教不出来 你说教得很好 和多好 可能有些分别 但是一个不好 一个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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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有分别 我经常打个譬喻 所有都学回来 这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好了 在戏里面 一出场的时候 有少年康熙 袁叶 另外一个 就是他的老师 祭世 就是前朝明朝的 俊士 很有学问 宗子很厉害 很好的 不怕 得罪皇帝 当时皇帝 虽然未亲政 但若是皇帝 他很快要亲政 一定没有人行 为什么他会教康熙呢 就是因为他妈妈 孝庄皇太后很厉害 孝庄太皇太后 不是皇太后 因为他是信字的猫 这句真是爱 爱得正确 爱得正确 爱得也有用 不是说 蝶蝶不休 一声一声一声 先说一声一声 一声一声一声 一声一声 一声一声 你若看到你便再走 你也算一声一声 就算很有道理 完全不会听 因为为什么 完全没有人事 最起帮の外置 好了 葬王太后 即使王太后 主 aby立马上叉 Hai 那些olor 你會看得到 所以我經常講 剛才我講的幾個字 虛其心 令到他心虛 不是害怕那隻 虛心 實其福 用學問充實他 若其之 降低他的慾望 降低他的野心 我考三甲 他都想了 正是用不得 那些人 共生與受採之間 受採都沒達到 這就是若其智 如果是一甲鞋 皇上三甲都不夠他來 他以為是真的 到真正正要使用學問的時候 糟糕了 他變成不是一代聖君 而是一代崇禎皇帝 正是那個 所以如果你想你的兒子下一代 或者想自己能夠成大事的話 我就推薦你 是記住 道德經老子 是二千五百多 六百年前說的 十二字真言 虛其心 實其福 約其之 強其骨 最重要是自己有風骨 有骨氣 有個宗旨 然後我會繼續講一個 亦都很厲害的人 韓非子 韓非子這個人是口吃的 戰國末期的人 韓國人的貴族 是韓國皇帝的弟弟 無論 aspirations Home 當時不可以聊天的話 我死定了 這個人蠻厲害 他口吃的 卜 Calendar 但於是巡視一師 故事 看見他呢 靠靠靠靠靠靠靠 難以回頭 就是预兆的意思 亡的征状 很简单 见大利而不摧 文获端而不避 淺薄于争手之事 而无要仁义知识者 可亡也 为什么会坏呢 香港来说 可以坏 可以很大祸 可以很欺负的东西 首先来说 大的利益 他见到 他不走 不去 不去是去谋划 或者跟他一起去这个方向做事 也没关系 也没有大利 文获端而不避 明知有些东西 快要有迹象 会有些裂痕 会有些不够的迹象 开始有个指标 指示出来 但是呢 他说 随便 无所谓 反正 一个大的国家 一个组织的管理 很多时候 我经常说 一个叫滞后性 什么叫滞后性呢 你今天做的事情 不是表示 明天你立刻有恶果 可能是三个月后 半年后 但是呢 要年多两年后 现在 有些分钟十年八年后 但是他一出来的时候 是没有得慢的 等于你的病痛一样 身体 这里又内出血 那里又经常头痛 是没有什么事 做两瓶凉茶 搞定 搞定搞定 搞定搞定 就越搞定 到时候一验的医生说 恭喜你 为什么 你可以收工 有没有得不收工 没有了 你 你变成了 这个滞后性 这里最可怕 也是最难搞的 所以文祸端 而不避 这是很大件事 浅薄于争首之事 香港应该是 即是说 李生我夺 看眼前的刑头小利 眼前的 所谓 一时的荣辱 就去争了 大利他就不去吹 和端他不避 那时间到哪里 当然有 就去争了 争拗了 跟着呢 做一些无意义的事 互相选好的事 公司 每个人都不会想 如何拿出生意 自己呢 老大就跟老二争 老二可能比我好 老二就说 老大那么差 我就想争他的位 所以下日公司的人 亂杀龙 每个人就为了 可能 如果我踩下他 今年年底我可以分多 一百元的发行 结果又怎样 突然间工业散了 各个失业 那就不用争了 这就是 浅薄于增守之事 还有 没有 没有人而知识者 拗的时候 又不是 我是为了民主 是不是真的 我为了香港人的福智 是不是真的 实际上可以看到 香港这几年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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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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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